看过集结号的人都有个疑问 四号员到底吹没吹号 冲锋号作为当时军队的最后命令 听到号声就如同长官的命令 然而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会想起这雄壮的进行曲的 至于冲锋号是啥时候起源的 不好查明 但应该很早 三国演义里虽然大多用的战鼓 击鼓劲民进退 这是锣鼓的结合 诸葛亮平地南方时遇到的蛮兵 就不是用骨和锣 梦霍的兵用的是长长的号角 前面是类似大牛角 后面套一节竹竿 吹出来的声音沉闷 穿透力强 草草好多次跑上指挥台 亲自擂鼓驻威 可见在中原 锣鼓还是比较流行的 宋朝新气急就有名剧 最理挑灯看见 梦回吹脚连营 不难想象出 吹起号角士兵厮杀的场景 古罗马兵团也是在冲锋时吹号角 因为是冷兵器时代 将就大规模列队冲锋 达到碾压的效果 君号和索娜很相似 也就是喇叭 而索娜最早出现在 西晋时的新疆壁画中 明朝时传入中国 陕北明歌中 索娜是不可缺少的伴奏乐器 君号用的最多的是红军 抗战部队中 四号员是最不可缺席的 双方打到最后 号兵拿出君号 号声一响 有枪的上刺刀 没枪的抽出背上的大砍刀 一跃而起 扑向敌军阵营 这一声号响也就说明到了关键时刻 往往要进行白刃战了 冲锋的时候 乱放枪也是对自己人的不负责 那么多自己人冲往前 你放枪也没有用 很容易伤了自己人 在冲锋时 也根本没条件瞄准敌人 那个时候冲锋枪和突击步枪装备也不多 不容易边跑边扫射 冲锋号也就代表要进行最原始的战术 最后使用冲锋号的战争 可能是朝鲜战争 上杆林里经常出现吹号举旗冲锋的场面 战争也是门技术 只有不断投入新式武器和战术才能超越 取得优势 其实在二战的后期 号兵就不再受欢迎了 电台和新式电子产品投入部队 行动命令不再是简单的号声来传达 也应该说是飞机大炮终结了四号员的生涯 现代战争的火器大量装备部队 飞机战车已经不是步兵能够抵挡的 人海战术慢慢失去作用 一窝蜂的冲锋只会白白损失士兵 而巷战需要更好的隐蔽性 巷战从来都不是冲锋能解决的 吹号只会暴露自己 电子战的到来 号兵都是彻底失业了 陆军步兵也不再是往日打投阵的 侦察机和无人机的列装 部队需要的是反侦察和隐蔽伪装 热成像仪就像千里眼 可以全天候之情 需要的是干扰和诱骗 火力打击成了现代战争的常态 谁还在冲锋就是纯粹送死 弹道导弹攻击型作战 无人机就是陆军的天敌 如果考虑生化武器和核武器 陆军基本没有什么作用 而且当今陆军最主要的装备 是坦克和火炮导弹 都是武装到牙齿的东西 不可能用号声来驱动 坦克里的士兵也就能听到 履带边爆炸的炮弹 就算吹破腮帮子 人家听不到 正规作战部队 早就没有四号员的编制了 起床吸灯 拉链出操都是由音响大喇叭代替 集合也是吹哨子 好像有的部队 还留有小型塑料号 不过这也仅限于一般训练 战场上绝对不会用这作为发布命令的 其实战争还是能看到军号的 那就是礼宾仪仗队的四号手 接待外宾时演奏军乐曲 但这好像和冲锋号不是一个格调的 差了好远 服役军队几百年的军号 已经悄悄退出人们的视线 集邪号也只有在电视上看得到了 解放军在一次次冲锋号下 浴血奋战 打出了新中国 打出了国威 让我们永远记住 冲锋号为新中国做出的贡献 冲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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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